再回来热血综 在清朝的野史当中 太后下下这一段 可以说是相当有名故事 话说在清朝初年 爆发了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大玉儿跟多儿滚原本是政敌 皇太极暴毙之后 留下了大玉儿 还有亲生儿子福林 也就是后来的炫治皇帝 孤儿寡母 面对全情一时的多儿滚 究竟要如何让他心甘情愿的辅佐呢 拜官野史就推断 应该是美丽的太后大玉儿 尾声下嫁多儿滚 而多儿滚最后就心甘情愿的 把江山让出来给自己的侄子 事实上在满洲的习俗里头 丈夫死后 太太的确可以再嫁给丈夫的兄弟 只不过在正史里头 始终没有记上这一笔 而这段传说也让顺治继位 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少女不要丢下我 不要丢下我 不要丢下我八千 清崇德八年 崇政殿里突然传来了噩耗 清太宗黄太极突然驾崩 也宣告一场皇位争夺大战正式展开 黄太极他其实在生前 有指定一个继承人 也就是海兰朱的儿子 但是这个继承人呢 还没有命名的时候就死掉了 所以就变成说没有了这个继承人 就是黄太极死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到中国 所以他可能想要把这个位置 交给战功最标秉的人 或者是把他作为犒赏有功之士 所以在他的遗照里面 确实罗列了一些亲王 但是却没有特别指明哪一位 黄太极去世完之后就一团乱 当时有七个人是比较有资格入计的 其中出身最高的多儿国 跟黄长子豪格 由于黄太极到死都没有立下太子 当时争夺帝王之位主要分为两派 一是野心勃勃的锐亲王多儿滚 另一个是具有皇子身份的肃亲王豪格 双方人马你争我夺 谁也不肯让谁 哥 豪格跟阿古拉带着一队人马 出发工程去了 混这东西 他们想反不成 当时的情势是分成两派 一派就是永利皇子 一派是永利皇帝 弟弟的弟 皇子们跟皇帝们 那这两个人呢 都战功标柄 而且各有拥护的大臣 而且手底下也都有八旗军 抢夺朝政大权 双方可说势均力敌 肃亲王豪格身为皇太极长子 曾经列为四大辅政之一 又亲掌郑兰旗 加上代表郑皇旗 与襄皇旗的皇室派 也请上由皇子继位 豪格企图以理智拿下政权 我是先帝的长子 要我放弃本该属于我的皇位 说句老实话 我不甘心 皇太极的儿子里面 豪格不是正亲生人 他不是敌出人 所以他的优势 在这方面来讲就显得比较弱势 只是因为他比较年长 然后他有债功 至于多尔滚和皇太极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比皇太极小二十岁 年纪轻轻就当上 吏部管部大臣 皇太极改函成帝时 又封他为亲王 地位仅次李亲王待善 兄中弟籍在满 人家习俗是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他觉得应该是轮到他了 所以还有这个优势存在 亲王阿继格跟豫王多多 就主张说 应该由多尔滚来继承皇位 那多尔滚自己成吟不语 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子贸然的 就说愿意的话 会不会引发一场政治斗争 因为豪格还在旁边虎视眈眈呢 多尔滚计划某位 还可能是一场复仇之计 部分明清史学家认为 当年多尔滚的父亲努尔哈士 生前早已立他为四子 是皇太极用阴谋手段 从弟弟手中夺取韩位 如今的多尔滚 只是想拿回属于他的王朝 不错 我是想当皇上 这原始我阿玛要我当 也是四哥原该还给我 多尔滚也会想说 当初如果皇太极不是那么阴险的话 他早就当皇帝 因为陆尔哈士很喜欢多尔滚 认为多尔滚是一个人 他的确是很有才干的一个人 即使两派剑拔弩张 拥戴多尔滚或是豪格的人马 都不敢轻举妄动 免得被扣上破坏团结罪名 但各自僵持也不是办法 按照祖先传统 朱王与亲王必须开会 讨论继承问题 最后的人选 却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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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力 当时这个戴善出来 这个来做协调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 国家如果再立一个年纪大的 那又这个清朝就完蛋了 就陷入一个理真我多的局面 不如立一个年纪小的 福林那时候很年纪很小 就六岁 严格算起来五岁半而已 那多尔滚同意 他认为福林是一个好的人群 因为他是皇家的子 是皇代级的嫡子 福林 你也告诉告诉大家 你知道这皇上该怎么当吗 我知道 皇阿玛说过 到皇上又有好人 不用坏人 那大家听到这个提议呢 一瞬间震惊了 因为没有想到多尔滚会自愿退出 那这个时候呢 多尔滚就说 不过呢 这个皇子只有六岁大 那因此呢 国家要有人去掌理政事 所以由我以及郑亲王来去担任 摄政王 多尔滚与豪格虽然互不相让 但双方居然都同意让第九皇子 年仅六岁的顺志继承皇位 创下清代史满洲史上 第一个幼童继承皇位的先例 是谁解除这场政治危机 原来就是顺志的母亲孝庄 他认为大清不能毁在皇室内斗 才推举自己的儿子 顺志不但是皇子 母亲的地位也比豪格的母亲高 更重要的关键是 孝庄成功说服了多尔滚 孝庄来后必须要找一个人 来稳定他跟他儿子之间的地位跟关系 要不然有可能发生 孝庄可能被寻葬了 可能就政治上面就完蛋了这样子 他找上了多尔滚 孝庄这一只手伸进皇位进来 其实他的手是有伸进来的 只是做得很巧妙 大家看不到背后运作的其实是孝庄 因此民间就猜测说 那就是孝庄跟多尔滚有一腿 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 事实上多尔滚也没吃亏 当了摄政王依旧掌握朝政大权 正史上只有记载 孝庄与多尔滚之间存在着政治厉害关系 可是在野史传说里 太后下架之说 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 在宫廷上更是盛宵承上 尤其是两个人年纪相仿 而且都是出自于满族的贵族 因此在彼此的朝夕相处之下 也许也有可能产生情愫 我都希望现在可以下一场雪 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堆雪人了 孝庄皇太后真的下架多尔滚吗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不过倒是有一项重要根据 抗亲将领张皇妍 写下这么一段诗句 春宫昨尽新遗住 大礼恭逢太后婚 加上满人习俗是容许淑嫂结婚 哥哥去世后 弟弟可以娶回嫂嫂 让人觉得可信度高 事实上有没有记载这个事情呢 没有 并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太后 去下架多尔滚的一个事情 多半来讲她还是这种 反亲父名的人 心里头有一些不甘 所捏造出来的一个谣言 多尔滚把摄政王皇淑妇 改为皇妇 那在民间呢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也引起议论纷纷 因为人们从皇妇想到皇母 那既然皇妇是多尔滚 那皇母不就变成 孝庄皇太后吗 太后下架的真实性 至今依旧令人存疑 但一切随着多尔滚的死去 顺治皇帝掌权后 传闻烟消余散 历史上给予肯定的是 孝庄一手策划将顺治推向皇位 解决大清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 顺治皇帝笃信佛教 事实上他对西方的宗教也多所涉猎 宗教熏逃了他的心灵 使他不会成为一位 目中无人的君王 而是一位懂得时时反省的人君 宗教可以让君王变得有慈悲心 但是宗教也能够让帝王走火入魔 我们休息一下要带你来看看 梁武帝如何因为沉迷佛法